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2月20号 这个有一个北京医院 说是北京某私立医院 不是公立医院 是私立医院的内部录音 这个消息 这个新闻我是前两天就看见 今天几号了 20号了 是四天前 16号 我看到自由亚洲电台发 他说这段录音呢 在中国的微博上流传 说 这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是讨论疫情的 所以在微博流传 他就说 然后后来 然后今天我居然看到有人说 这段录音吓坏了北京人 是吗 让我吓一跳 所以我也没 我也没听过 没有全部听过 就听一遍看看他说的是什么 我找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 自由亚洲电台 他发了一分多钟的 我找到一个是22分钟的 有人在下面评论 你知道吗 发完整版 然后我们看看是怎么个吓死了中国的老百姓了 哪里 不是 停了 其实才是开始 那么从昨天 我跟王汉英通话一个小时 我们打扫的 就是美国是去年7月份放开的 那么放开以后 第一波 就一边听一边暂停一下说 首先他说这个什么中国的疫情 不是放开了就什么结束了 对吧 放开了就是开始 他说 而且 他说 他说第一波症状都很重 就是说放开了以后 而且要全部要感染什么 要感染四五波 第一波症状都很重 他说美国第一波症状跟我们是一样的 他说 美国是去年7月份放开 他说 这都不是事实 首先 知道吗 就是我们就听一下 这个都内容 听到就暂停一下说一下 首先这都不是事实 就是美国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封注 没有 别的国家都没有 因为他们搞不了 不是说他们多聪明 多能干的政府 这个想好了 我们预备着这个 这个群体免疫 等到怎么样 不是他们有计划的 而是他们无能 知道吗 他们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这个能力 把老百姓都关在家里 他们没有这个权利 就是别的国家政府 没有中国政府 这种这么大的权利 把每个人都可以关在家里 所以不存在什么 几个月分开 几个月封锁 几个月放开什么的 根本就不存在 你知道吗 所以更不存在 他说什么 第一波疫情很重 这他们纯属扯淡 你病毒 什么病毒 人家哪有几波几波 人家都来了 流感病毒 你就得流感 对吧 艾滋病病毒 你就得艾滋病 什么病就是什么病 什么叫这个病很重啊 这种 你就是搞在一起 知道吧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说 主要是听到这个东西 这个跟这个 绝对是跟这种 所谓的这种 教育水平 文化程度有关 等一下再说 他又来个第九波第十波了 他又来个第九波第什么 连鼻祖都不会有 但是第一波症状都很重 但是症状重呢 总体呢 病轻 所以大家要让每个员工都知晓 但是这一波肯定是重的 所以呢我们从 个人防护 今天谈的第一件事 就是个人防护 保护好你自己 保护好家人 那么感染是不可避免 但是可以让感染症状轻 那么现在美国的指南的要求 就是全程佩戴口罩 在家里有感染者 全家人佩戴口罩 包括感染者 在公共场合 全程佩戴口罩 在工作岗位 全程佩戴口罩 除了进食啊这些 尽量大家都佩戴口罩 为什么 这个美国的研究表明 低载量感染和高载量感染 产生的抗体 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高载量的这个病毒感染的话 就是浓度高的感染呢 症状重 所以我们要力争做到 低浓度低载量感染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课 然后每次 他这个也是独一无二的 其实只有中国的这些 这些专家 只有中国的专家 会说这种这种 这种什么低载量 高载量 这个是新鲜的概念 就是说 你感染就感染 他虽然说是 他虽然声称是美国研究 怎么怎么样 实际上 这是中国人讲话的特点 就是这种 中国这种环境 它有一个特定的环境 提供一个特定的教育环境 这种教育环境 出来的人有一个特点 就是讲话 就是这样的 他讲的是什么 什么假阳性 真阳性 低载量 高载量 这都是一样的概念 都是一样的东西 就是说 有没有低载量和高载量呢 可能有 但是你能不能拿它去判断东西呢 不行 知道吗 你不是 不是所有的这些 科学家 研究说一个什么名词 你就能拿来去判断 你就能拿来作为一个 医学的标准 用在所有的人身上的 你懂吗 知道吧 这也是这个文化教育的概念的关系 他说的什么什么 感染的高浓度 低浓度 我觉得这个病毒就是 就像一个病毒 你感染了 那他这个 要看你的这种 你个人的这种免疫系统 然后你这种 就是我之前 你不要说了 你不要说了 不是 我说 之前我们也说过 就是说 你这个禽流感这种病毒 不会传染给人类 但是人 你呆在一个几千只鸡 全部感染禽流感的一个鸡棚里面 你呆在那呆一个晚上 也会感染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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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况 但 你可以去正着去说 就是说 这个人 呆在这个几千只 感染禽流感的鸡棚里面 他感染了禽流感 对吧 你可以这样去分析 但是你不能反过来推说 拼命给这个人禽流感 然后用上这个什么 高载量 然后这个人就一定会感染禽流感 那不对的 你知道吗 没有这种事情 你知道吗 你说 你说可能吗 他可能的 就是说可能 很有可能 并且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去这样分析 这种事情呢 我就不理解 你知道吗 什么样的神经病 才他妈的会去 故意的用很大 浓度的病毒去被感染 什么样的人 这种情况就是 就有很多种 很多东西 你是可以轻易避免的东西 你不可能把这种东西 当做一种情况去分析 去考虑 或者是为你的未来做准备 怎么说 这种东西你怎么说 你知道吗 你怎么去说 等会总结的时候 我们再说 这是为什么 这两个措施做到位 基本上感染的肯定是百分之百 但是就是他的症状就重了 所以这个是大家每个人知晓的 原来我对这块认知也是不够的 这个就是第一个 那么肯定感染是百分之百的 被感染 而且要感染四五波 这个是大家做好准备的 所以但是一波症状比一波轻 但是现在我们在一个月内面临的全是第一波 那么第一波症状就很重 好 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重症的诊断 因为第一波的重症要比第三波以后多 那这人说话好像很有条理 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 但是我听了半天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说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 有他妈的什么并列关系 你知道吗 他就是说说说说差不多了 然后就下一个问题 怎么怎么样 我真是无语了 无用质疑的 无论现在那些专家们怎么说 从全球的情况看来说 放开的第一波症状都是重的 而且相对 又重复一遍看 这怎么他妈是第二个问题呢 又放开的第一波 那么现在呢 重症的诊断 所以大家就要知道了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重症肺炎 那么重症肺炎怎么发现呢 就是养宝家 就是我们养宝家 他变成这种 而且中国你看 你看很多中国人他有个习惯 比如说他这个人他说养宝家 养宝家其实是一个品牌 他指的就是夹手指上测血氧的东西 你知道吗 养宝家是个品牌 就是很多这种中国人 他讲一个东西 他讲这个东西的品牌 而不是他讲这个东西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他说的什么养宝家 是干什么用的 他不讲一下这个东西 不是 重点是他不讲这个东西 他讲品牌 很多东西 中国还有其他东西也是这样的 他在搞宣传 不是 我在问你 中国好像还有其他的东西也是这样的 就是中国人他就讲品牌 不讲东西的 比如说什么 农夫山泉 就是说我给你一个矿泉水 他不说我给你矿泉水 他说我给你农夫山泉 你知道吗 还有什么东西 很多的 对吧 是吧 你说是吧 你怎么没反应啊 跟你讲话 我不大理解你说的这个什么意思 不是 但是我给你一瓶矿泉水 我不说给你矿泉水 我说我给你农夫山泉 懂吗 这样讲话 懂吗 农夫山泉就是水呀 但是他不说给你矿泉水呀 他说他给你农夫山泉啊 懂吗 没问题呀 没问题呀 对呀 那他说杨宝嘉呢 我不知道杨宝嘉是什么玩意呀 你知道了也是一样的呀 他就是不讲这个薛阳怡呀 他不讲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本来的名字啊 就这件东西 他讲这个东西商业商业上的一个品牌 还有很多东西 我记得 然后呢 这样会怎样 这样讲会怎么样呢 我的意思不是说这样讲怎么样 我的意思是说 中国人喜欢这样讲 我没有说这样讲怎么样 你知道吗 喜欢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你听过谁是这样讲话的 我是这样讲话的吗 我说我给你矿泉水 我说给你农夫山泉 那百事可乐 那起码也是可乐 我觉得我有时候也会 他不说他给你百事 你觉得这样讲是有问题的 那你觉得他讲杨宝嘉没问题吗 我不是说有问题 就是说很奇怪 我没觉得有问题 就是说很奇怪 就是你给你个麦当劳 中文说去肯德基点餐 说我给我一个麦当劳 对吧 我从来不会这样讲 我只会说我要汉堡 对吧 肯德基点餐要喝麦当劳 他们当做一个笑话在讲 什么什么叫 我说的就是字面意思 完全不懂你什么意思 就是他不讲这个东西本来的名称 他说他给我一个他说我要吃麦当劳 那那比如说我们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我们我从来不会这样讲的 那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去去去比如说去外面吃饭 然后呃我们有时候会在商场里问你吃什么啊 那我们吃个麦当劳呗 那不就是嘛吃麦当劳 但我去点餐的时候我不可能说我给我一个麦当劳啊 你跟我说的时候你就说你你就说吃麦当劳 那我们那不那你不说确定 我要吃个汉堡 我吃个鸡块吃个薯条 那你不确定个地方怎么怎么去吃啊 你去哪里去啊 说去说吃麦当劳还是肯德基 这个只是确定一个地方呀 这个地方只能用麦当劳肯德基说 你不可能这个地方说你你你直接报门牌号 你也记不得啊 商场里面 不说啊我们去吃个汉堡的肉 可以这样说啊 吃个汉堡吃个鸡块 当然可以这样说 你为什么要说吃麦当劳呢 当然可以说了 先确定吃什么东西的话 那就说吃鸡块还是汉堡 那肯定然后吃牛排 然后再说去哪个店 那个店的名字肯定是品牌啊 那个店的名字 你不可能说我去那个红色的楼 不可能啊 那是啊 那你在汉堡麦当劳汉堡 麦当劳或肯德基的时候 你不可能对着营业员说 给我一份肯德基 好给我份麦当劳 但中国人 但他说杨宝家 他给你矿泉水 我说给你农户山泉 这是一样的道理 这就可能了 这就等于你去麦当劳说 给我一个麦当劳 对不对 点餐的时候 不理解 你又说不出来 你哪里不理解 主要是 你没发现吗 不是说你不理解的问题 而是说你说不出来 你根本就说不出来什么叫不理解 不理解啥东西 因为我说的东西是在你的这个 你认知的东西是多出来的 你从来就没有这块 你知道吗 你不会去分析 知道吗 你根本就不去想这方面的事情 知道吗 你解释清楚了 到底啥意思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觉得什么 你说一个东西 我再说一遍 我不觉得说什么 你要水 我给你农户山泉 你渴吧 那我给你农户山泉 这很乖啊 和那个什么 我去麦当劳跟营业员说 我给我一份麦当劳 是一样的呀 我觉得不一样 是一模一样的呀 没有任何区别 我不理解 有什么区别 哪里不一样 都是人跟人说话 对不对 比如说你可 那我说 我给你凭那个农户山泉 有什么问题 我要喝水 农户山泉就水 但是这个人说杨宝佳 你就不知道什么东西了 我告诉你 重点区别在哪里 就是对这个不知道的人有影响 对呀 知道的人 我知道这是血氧仪夹 夹在手指上的 我听到他后面讲过 然后其他的我也见过 商场商店里 我也没见过麦 那我知道对吧 那你不知道的人 他这样讲 你就不知道了 对 那区别 这就是区别在这里 那就是这个问题了 对呀 这个区别 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一个是比较开放的态度 就是你不知道 没关系 我讲给你听 让你一听就明白 另外一种是 只有他妈他知道的人知道 他在说什么 不知道的人 根本就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东西 还以为什么杨宝佳 是个多么好的玩意儿 然后顺便他自己再多卖点东西 你知道吗 想知道的人 如果说不知道这个什么杨宝佳 或者不知道农夫山群 你去查一查 杨宝佳是什么玩意儿 农夫山群什么玩意儿 那你这种连这种 这种东西都要去查的话 你是可以去查 但是有更多更值得 你花时间精力去搜索 去记忆一些概念 更多值得的东西 比如说这种 你学一个语言 或者学一个什么 物理化学音乐美术 你学一些自己的爱好兴趣 或者是历史知识 人文知识 这些东西有更好 有这些东西比较适合 就是花精力时间在搜索 在自己去知道 去知道 就是去知道这些知识 比较聪明 你花时间精力去知道一个品牌 生产了些什么产品 这个就像 这个就像在大便里找营养一样的 你说你知道的东西吗 知道了 但是你他妈知道杨宝佳是学养仪 有什么屌用呢 你知道吗 给你身边的人带来什么好处呢 你知道吗 就这个区别知道吗 接着听吧 知道吧 不是重新录啊 我想接着说吧 这种东西 说了半天这种东西 那那那那种 开视频 这这这这这电脑前不懂 听不懂的人 跟我跟我这种不理解的多了 那这么讲一讲说不定也理解了 那我们刚刚在讲什么东西呢 主要是 就是说 你到现在也是一样对吧 就是他说的 你不在乎 这种 这种说表达 这是中国人这种说话 把一个品牌叫一个东西 你不在乎 你觉得无所谓 但我觉得在乎的东西 我觉得就是 你可能 这种东西 不是 他都不说清楚啊 他说到这种我不知道的东西的话 我会觉得很讨厌 对啊 你不是也讨厌吗 但是如果说他说到了一个 就是比如说他说到农夫山泉啊 那我知道是谁的话 那我是没什么反应 你不会高兴吗 对吧 你不会觉得说 哇操这个人说话好有口才啊 你也不会这样吧 对吧 我有毛病啊 所以这样 所以这样没有任何意义啊 你薛养仪就说薛养仪嘛 你搞的这个下面评论都认为这个北京内部私立医院 都认为他在卖他的养宝夹 知道吧 都认为他在推销 知道吧 他知道东西多呀 不 对啊 他自己要体验 当然了 他为什么中国人他老叫一个东西 叫一个品牌 就是这个样子 很多 很多例子 很多例子 我们现在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农夫战权是不一定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很多例子 中国人 你讲了 听他讲了那个鸡包玩意儿 讲了他妈可顺口了 就像这个人讲了杨宝家 讲了杨宝家 杨宝家 讲了他妈的 哎呦 杨宝家这名字还挺洋气的 还讲的这么顺口 这是个啥东西呢 你根本就不知道是啥东西 还有一个概念 还有一个原因 知道吗 中国没有发明创造任何的这种 这种基础的产品 你像 汽车啦 像这种东西 他不发明这种 就是说 他这个市场没有诞生过这种 从没有汽车到有汽车 比如说汽车这个东西 有汽车以后 然后有各个品牌 中国是什么 中国是从国外直接倒贴过来 知之产权 然后出现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垄断这个产品 全部的市场 知道吗 可能有几个小的乱七八糟搞的 但肯定基本上是一个 比如说手机 手机如果 手机说什么 小米 说是什么 小米 苹果 苹果公司到那边 就说是苹果 就是苹果 苹果 你他们能不能说手机呢 我就费劲 你知道吗 我听的 你能不能说手机 这个例子挺 给我买个苹果 买个苹果 听你妈的果 我非常讨厌这样讲话的 知道吗 然后 跟这个国家的环境 绝对有关系的 就是他不发明创造东西 知道吗 要么外资骗进来 要么把这种外资骗进来 要么就盗窃知之产权 直接干一个出来 他不是像美国 像自由市场一样的 先 好像有一家企业 做了一个汽车这么东西 然后各个品牌 跟上一起去做竞争 做更好的汽车 然后那普通的人 普通消费者 他自然在这种市场里生活 这种消费者 自然他就有一个概念 说我要买一台车 然后我他妈再去想品牌 是什么 就跟我说 我们要吃汉堡 那我们再去想吃汉堡王 卡拉辛 麦当劳 还是什么 你知道吗 这就是 这个很关键的 不过这么长时间 不重新录就算了 待会他妈 他那个垃圾录音少听一会儿 不就完了吗 对吧 就是说 这个就是我想说这种这种教育文化的问题 你知道吗 他不是一个这种正常的这种方向 他是从自上而下另外一个方向下来干下来 你知道吗 从上干下来 那么水就农夫山泉了 肯定农夫山泉 奶粉就三路 三路 毒奶粉 那奶粉也叫三路 反正不叫奶粉 就这样的 他的认知就是从这个品牌开始 然后再到这个东西了 你知道吗 反过来的 就是不是说认为说这个世界上可能有这么一件东西 然后这件东西呢 有几个品牌去生产 然后这个东西分为几个 就是这样的顺序 像一个树干 然后发展到树枝这种这种概念 就像苹果公司它有手机iPad然后电脑 全部叫苹果 对啊 给你买个苹果买个啥呀 地摊买个苹果再给你买个香蕉要不了 对这个这个这个 其实我挺讨厌人家说啊我买了个苹果啊什么什么 对啊 这说到底了 妈前面跟你说半天妈一点反应都没有 听到人家说哎我新买了个苹果 我说的就知道 我就想回他一句 我刚买了个西瓜 但是你前面讽刺我说我文化水平高 你文化水平低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又没有发现 你不会像我这样去思考 把这些相同的概念 其实我说的这些东西都是相同的 但是其他呢你没有感受 对吧 感受不到我就不知道 那那肯那这样也也是正常 对吧 还听听一下录音 你看看他说美国人人都有他的养保家 就是他这个品牌卖到全世界 他神经病了 对对对 就是夹在手指头那个纸墨养的养保家 第一 九十 就是九十以上 基本都不用关注 他这个 他这个人 说的这个 这个内部 就是北京某私立院内部会议 录音 会议 这个人呢 我觉得他并不是 单纯的就是为了卖他这个养保家 卖他卖产品 卖什么产品的 他实际上他讲的还是比较客观的 讲的一些北京的疫情情况 以及 还有做一些预测 对北京的 对中国这个放开疫情以后的一些 一些一些会遇到的情况 做了一些预测的 他不是单纯的在推销他这个养保家 只是这个傻叉 就我刚刚跟我们两个讲了半天 这个认知的问题 这个傻叉 就把这个品牌讲这个东西 他如果就讲血氧仪 并且明确医用 假手指测血氧仪 不会有这个问题 知道吗 他拼命讲养保家 别人搞的 你他妈推销的 就不想听了 你推销的 你跟我讲什么 血氧什么 还有他讲血氧90%一下 啥啥啥 正常人都是90%以上 血氧正常的情况 不会低于90% 人 他说的那个血氧低到90% 你已经可以看得出这个人 他妈的又完蛋了 那你为什么不看这个人完蛋呢 你为什么要拿着这玩意去夹一下 测一下 你真的完蛋了 那个人已经跟他说 不行我要死了 我要完蛋了 我腾走 或者是话都说不成 快快死了 血都没有了 来 杨保家 90一下 你确实是要完蛋了 你不撒逼吗 就是说医学医生 我就有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好的医生 他绝对是一眼就看出你的问题 知道吗 最好的医院去诊断 你不是说有一些 其实我们现在生活 生活这个环境 不管是科技 汽车 各个行业 医疗 各个行业 之前这种 比较古代的时候 中国就封建社会这种 这种医生 中医 特别是什么 华佗 中国这种 他们那个时候 其实有一些好的东西 并没有他妈的流传到现在 知道吗 那些精密的机械的设计 非常聪明的 非常精巧的机械设计 现在你看全是 他妈拉机电动车 按钮BBB一下 你知道吗 就没有传到现在东西来 其实之前有很多好的东西 没有传过来 医学 学医的这些人 医生呢 那就是以前那些医生 他妈他一看你就知道你什么情况 要紧还是不要紧 然后你再去判断 你现在的中国的医院 变成什么屌样子 就像这个人说的 全部的最贵的仪器 化印学 然后何词共振 什么什么什么脑窜孔 什么全给你来一遍 然后我不知道我编的 反正然后拿那些纸上那些数字来看 你这个人有没有 那个人本来好好的 被你他妈机器搞一遍 他也半死不活 然后或者是 那时候我怀孕代缠 然后那时候认识 他不看的 他不看你人的 他不让你安静 因为那个时候孕妇就得让你安静 自己他不看你这个人 潜那个呼吸 包括最基本的 给你测个体温 两分钟进来测高 最基本的有礼貌 他们都不会 对 你知道吗 就直接开门冲进来说 啊 两血压 就觉得说 我有这个机器测出来 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是90 你就没死 就89.9 你就必须得死 你不死 我打死你 就这种 你他妈不神经病吗 你知道吗 你自己眼睛看的东西 就人之间感受 一个人明明半死不活 被一圈这个机器折腾一遍 然后你总能找一个数字 是不正常的吧 知道吗 那你这个人还是死 反正好好的人进医院死 不好的人进医院死 你知道吗 那要医院干嘛 我都不知道 我还不如旁边挖坑 挖坑躺在边上 活着我就 我就这个坑先留着 我继续该干嘛干嘛 我死了我就一翻身 我直接滚坑里不就完了吗 要医院干嘛 折腾一翻 这莫名其妙 折腾这种东西 我真是 但是第90 尤其掉到了85以下 这个是大家都要明白的 所以我们要呼吁所有的员工 包括我们的会员 每个家背一个养保家 那个家也很便宜 你看又来养保家 不过我刚刚是说 我刚刚是说 人的血氧低于90% 你看得很清楚是不是 不是 这个也不一定 我的主要意思就是说 有能看出点症状吧 不是 看出点 不一定 不一定 可能看不出来 特别是当人 特别麻木以后 比如说就像中国人 那个小孩子发烧 他就在风里面站两个小时 你不让我出去 我就不知道小孩站这里 他也不回家 知道吗 这种硬钢的这种人 他也不一定看得出来 也不一定 你得去你得比较敏锐的观察 这个一些东西 所以医生他观察力是非常好的 就是古代的比较好的这种医生 现在也有 但是中国大陆肯定没有 知道 就这样 他就是看这个数字 我说的意思就是这个 并不是说 我前面好像是说 这个低于90% 他一定会 你眼睛看都看得出来 不一定 要看人 我说的是 就是比较敏锐的 好的人 负责任的医生 他是个称职的医生 知道吗 遵守的什么苏格拉底誓言 那种背过这誓言 并且他理解这个誓言 并且他遵守这个誓言 愿意 他背这个誓言 没白背的话 这种医生 知道吗 就是这种 你看他说放手指的 手指 又来美国了 他是前期做了大量的国民准备的 家庭会养保家的 所以他没有养保低 是不到医院就诊的 真的假的 他说的意思就是 美国为什么现在情况那么好 全亏了他的养保家 这就这意思 对啊 神奇吧 多亏了他的养保家 就是说 就是说 这个美国不好 出了个什么枪击案 什么的 这种 就是说 你看看美国垃圾 怎么怎么样的 要是中国 在什么地方 比不上美国了 他就说 美国可是做了大量的准备的 美国人人素质 可是都是很高的 所以他们才能言论自由 中国可能不能这样 然后好多中国人 也就跟着这么讲 中国放开了 中国就乱了 怎么怎么样 你看看这次病毒放开 是怎么样的 对吧 而且这次病毒放开 就是 就是这种放开吗 不是像 这不是什么放开 说不定 北京感染这么厉害 火葬场烧不过来 说不定还新的病毒放出去呢 从病毒实验室 不一定能 不知道的 尽量减少到医院就诊 第一波到医院就诊 第一医疗对击 第二根本得不到救治 所以死亡都死在医疗挤兑上 他说医疗挤兑 今天李老师发 我看到李老师发的 一个医疗挤兑 你看一下 放给你看一下 什么医疗挤兑这种东西 就是首先你可以看到 这个叫北京的医院 那个床躺满躺地上还有 知道吧 我放在哪里去 这个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这个全部都在爆料给他 在哪里 这个 你看 你看见吗 我在看 你看我的推特 你看到了 是吧 医疗挤兑是吧 对 你就搜医疗挤兑出来 对 这个 你怎么还没了 这什么事 你怎么还没有 那些人都快没了 那没事 这不是没没 你们也就害了 有没有 你要扎过来吗 那就可以了 你要扎过来 你就赶紧转一个 有权的扎过来 就往这儿床 然后 没有扎兑了 没有特别了 你要扎 你要这么扎兑 你就赶紧 120没走 没有氧气 没有设备 让他去别的医院 医疗挤兑就挤兑成这个样子 我们今天就要清楚了 那么诊断症症和轻症的 他症状再重他都是轻病 但是前提一定要去排除那些重症的 特别家里面有老人的一定要被养保家 所以今天我们会紧急调货 因为一定要买医用型的 不然又是商业化的养保家 又是没用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想知道商业化的养保家没用 那他怎么会商业化呢 干嘛要出来呢 所以你在自由市场 根本就不可思议的这些问题 在中国我都会要拿来思考一下 你知道吗 我觉得他这个视频 就是像我录视频也是 就像我录视频也是 很多人说我什么没人看 什么没字幕没人看 反正就说没人看吧 反正 然后就什么 有些人就直接告诉我说 你别录了 我就习惯 这YouTube就是一个 相当于等于一个自由市场 自由的市场 我的视频呢 就是这个自由市场上的产品 对吧 我呢 我怎么做 我剪不剪辑啊 我写不写稿子啊 然后各种的 包括牙黑不黑啊 长相好不好看呢 这些都是我这个产品的 这个提供的东西 对吧 在自由市场里面呢 不管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算是个大便 对吧 那他放在自由市场上 自然就没人要 如果这个大便或者 有一点用 那么就有一部分的人 去买它 那他这个大便 还是能存在这个市场上 还是能出售 还是能产生利益 你根本就不用管它 你知道吗 我的视频我也是 我就放在这边 那有多少看就有多少看 我也不是靠这个东西 作为我的收入 或者怎么样 我希望他 让我赶快赚钱了 美国买房子 我也不是靠这个东西 对吧 就是我就这么做 那么我就放在自由市场上 自由市场给我的反应 就是我的视频 有多少点击 然后有多少广告收入 或者怎么样的 这个就是一个反应 多和少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知道吗 就是说 他有多少 就是有多少 如果他一点广告收入都没有 那我肯定不录了 知道吗 就这么简单 没什么 没什么说 你这样的还录视频 或者说 有的人说 或者什么 不是 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对这个市场上 这个理解的完全不一样 没有 有的人说 就是让你 比如说口才不好 让你什么 学习说话 练习练习好了 再上来录 或者 不主要是 导资写 准备好了 再上来 而且 而且我不是靠这个 在美国买房子 而且我也不是靠这个 哎呦我操 我不是靠这个叫 这个灯罩 掉了 没粘好 就是说 就是 我觉得 我觉得 我对 这些 我非常讨厌 这个威权统治的 这种东西 在中国生活了 三十几年 遇到非常讨厌 这些东西 面对这些东西 中国政府 中国好多人去掩盖 去歪曲 去这个 造假 对吧 那么我是愿意 免费做这件事情 没有任何回报 没有任何收入 我他妈的也愿意 说出我的看法 对吧 我不说我的看法是真的 我不是说我的看法是真的 但我知道 无数个越来越 越多像我这样的人 说自己看法的人 我有我的局限性 我的文化水平 我的口才 我的 我的 录的视频的各种 影响 各方面 对吧 那不同的这样的人 说比较诚实的 说自己的想法 那才会有 真实的情况 在 让大多数人都知道 不在乎是我 这个人 个人的这个视频 是多少人看 或者怎么样 这都无所谓 这都根据这个自由市场来 对吧 这个市场是怎么样 怎么样 是欢迎还是不欢迎 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那都是市场决定 它那个东西 不是每个 不是哪个人说的 不是哪个人说 你一定能录视频 或者是 你不能录视频 或者你 你不是哪一个人规定说 只有国企 只有百度 才是他妈 搜索引擎 谷歌不是搜索引擎 所以你滚蛋 这不就是中国大陆那一套吗 对吧 就是这种 好 那么就是 咱们对症 那么从这 从去年 7月份放开到现在 整个医学界的共识是 对症 不要用复杂的药 越复杂 也危险 抗生素 绝对不能用 只能用 克感敏和泰默这一类的 那么现在呢 什么清温胶囊 千万不要用 因为他的肝毒性 已经在上个星期的 Nature杂志上 已经发表了 他的急性肝损伤 是很严重的 他说这个莲花清温 他说这个清温胶囊 就是钟南山 一直推的莲花清温 包括中国政府 免费发给中国居民的 这些莲花清温 就是中国的中药 现在又说 中药 现在又说 这个不好了 不能用 不是说不好 老大 他说急性肝损伤 你这个人要完蛋了 就是说这种东西 是急性肝损伤 知道吗 那你当初政府还发给 老百姓 宗南山还在宣传 这个玩意儿 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 你知道吗 是不是 好多看我们视频的人 说你这俩人傻逼呢 他们根本就不会去想 就像我前面跟你讲 这个 为什么要 你讲一个东西 你用这个品牌 去讲这个东西 你不讲这个东西本质 他根本就不会去思考这种的问题 你知道吗 嗯 然后 这是音频 音频还要听吗 我不想听了 全长22分钟 现在放了多长时间 5分钟 才放了5分钟 不想不想了吧 就是基本上 我大概也听了一下 跳着点了一下 大概他说 洛里巴索 都说来说去呢 就是北京这个疫情很严重 然后要怎么样应对 那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自由 就像这个自由亚洲电台 他他总结的一样 就是这个录音 基本上就是说 呃 呃 他推销他的那个叫什么名字 不是推销 我说了 他他并不是真的推销 只是他这样讲 讲话 他不讲这个东西 炫养 讲这个东西的品牌 让人家觉得 让人家觉得他是 杨宝佳 我差点忘了 我呢 他说放宽后的这个 疫情四五波 然后很严重 大概就是中国的情况 中国这样突然的放开 你你要知道 中国突然放开 他并且对境外进入的人 他还是隔离的 要21天 对外还是封锁的 也就是说 呃 这个病毒在他控制 这个呃 范围内 中国大陆这个范围内 呃 变异 知道吗 我觉得这病毒有可能 说不定搞火了 他变异成 中国就是病毒哈 在中国大陆 那么压抑的环境 呃 下下变异生长 在人传了中 这么多中国大陆的人 但是他又是在中国大陆生活 他就很压抑 他就说想死 然后他就变成一个厉害的病毒 把所有人都杀死 病毒 你让他开心一点的话 他想活哈 他就会跟人共存 他就不杀死你 然后这个病毒就会 这个叫 这个叫 对啊 如果他想死的话 你想象一下 这种人是 人人肯定是被病毒控制 你知道吗 比如说 我之前跟你讲过一个例子 大人人的大肠里面 一个切片 呃 这个上面的这个病毒细菌的数量 就是超过全人类在 在整个人类历史 在地球上的人数 嗯 还要多 嗯 就你大肠一个切片 然后这些细菌不开心 你就得立马跑厕所 那你不是听细菌的吗 听病毒的吗 对吧 呃 所以呃 看到看到这个录音啊 我们也是大概放了一下 就说了一下 呃 说这个吓坏北京人 我觉得这个也不至于吧 吓坏你了没有 不不我们也不在北京 你要是在中国 你会被这个说 说这个人说的东西吓坏吗 我不知道 我只我只听了五分钟 我我 我的感觉就是他在推销产品 他不是在说什么吓 听我这样跟你解释吗 嗯 你就不会瞎了吗 我觉得 你不解释 我也觉得他是在推销产品 推销他这个玩意儿 这就是我解释的 你没发现 嗯 我已经解释到你潜意识里 所以说你是被我控制 知道吗 我就是你的病毒 哦 是 所以他这个呃 这个这个这个录音 其实有一个很多 为什么出现这么多这种问题 包括讲话人的这个人 本身的这个认知啊 还有这么多人说 看到这个这个人 这个这个这个人这样说 这个北京的这个医院挤兑啊 疫情啊 然后就很害怕或者怎么样的 基本上都是这种 其实你说什么是这种受教育 受文化 文化教育文化水平很低 文化水平的问题呢 我最近发现 最近我跟这些本地这些人 接触一些东西 还有一些美国人 接触一些东西 我就发现一点 他妈的受教育程度真低啊 因为我我最近 我我接触的买东西了 送货了这种 对吧 他们会去干送货的话 他基本上 可能说受过什么 非常高等的教育 应该可能没读过高中大学这种 他们什么叫 然后我就思考 什么叫受教育程度低啊 我不是说我受教育多高 我根本就没有想我怎样啊 你认为我文化水平低 我就文化水平低 无所谓的 我我没有讲我啊 我就单纯讲这件事情 就是什么是一个人 他文化水平低 那我昨天听到一个 焦丹皮特森 他跟一个一个一个 这个人是什么 解决人类问题 用最聪明的方法 解决人类问题 他做这方面的事情 然后跟一些诺贝尔奖合作 跟一些科学家合作什么 就解决人类问题 人类问题现在有什么 就是什么气候变暖 饥饿啊 这种能源问题啊 这种 他去想去用最好的方法 解决这种问题 不是欧洲国家 英国什么的 有很多这种 气候变暖的这种支持者 什么把自己粘在高速公路上 我们看网球赛 把一个人 一个人把 就是他们搞这些东西 没有用 他说搞这些东西 没有用 那是什么东西有用 就是说 很多有些 有些什么非洲 印度 或者是 比较落后的国家 比较穷的国家 他们 他们 他们这个 小孩子受的教育水平低 是怎么个低 到底是什么问题 并且这个人 他掌握很多数据 他说 就是这种受教育水平低的国家 这些小孩子到10岁 你问他一个问题 比如说 小明的帽子是红的 衣服是蓝的 袜子是黄的 然后你问他 小明的帽子什么颜色 他们80%的10岁小孩子都打不上来 知道吗 他们根本就搜不出来 你跟他说 我刚才可能一下子说 有些没反应过来 我第一次我也没反应 没记住 我跟我老婆讲 他也没记住 但是 你跟他 我再跟你讲一遍 我跟你说的是 80%小孩 答不上来 这个问题是 你跟他讲多少遍 他都打不上来 这个就是教育水平低 就是说 他根本就联系不上 你说的黄色的帽子 什么蓝色的衣服 黄色的袜子 他根本联系不起来 他就知道 你跟他讲红色蓝色黄色 然后帽子衣服和袜子 到底哪个跟哪个 他根本就不知道 我跟我们这边人 有些这边人通话 就是说 我们这边的人 他们有些人 其实也是这个样子的 他反复的跟你说一个东西 他根本就不知道 你知道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说 这个就是水平低 但是好的是什么 他们非常讲礼貌 非常有耐心 就我觉得 我的耐心是绝对不够的 就是礼貌素质 对 比我们好 我觉得 不是礼貌素质 就是 他们就是非常的有耐心 非常的友好 非常的友善 非常的礼貌 就是讲这个东西 就是说 虽然说这边 这边 这边这个教育 也不是非常好 知道吗 我们这边 然后其实美国的 也有问题 那么就会有一大堆人 都是这样 但是他们是怎么解决 这些人的问题 就是 你起码得先 讲礼貌 对人友善 你起码 他们是通过这个去解决 但是中国人就不一定了 你知道吗 你像中国人那些没有 习近平也是 习近平 李毅就说习近平 没想到他文化水平这么低 你看他讲话读这么多错字 你知道吗 这个人文化水平低 我也知道 就是说也有很多人骂习近平 说他是什么小学博士 文化水平低什么的 我想我们在现在在说的 就是文化水平低 有哪些害处 还有一个就是说 一个披萨 76块 两个人分 怎么样给他们两个人 获得一个均等的分配 达不上来 80%没教育小孩 达不上来 习近平不一定了 我真的不觉得不一定了 就是说 这是两大类 就是他说的这两类 我觉得是 比较典型的 可以概括一个人 没有文化 他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是说有文化的人 你不知道没文化的人 是怎么想的 没文化的人 他不觉得他没文化 对吧 他觉得他自己 没什么区别 但是这两个问题 就是典型的代表 这些 如果一个人 没有文化的话 他的思路的漏洞 在哪里 就是这种漏洞 一个就是这种逻辑上的 A跟B 有什么样的关系 你把它建立一个关系 然后记忆在脑子里 跟逻辑记忆有关 第二个就是数学 小明穿的衣服 裤子帽子 我说这个很简单 你知道吗 第一反应就是红黄蓝 颜色三种 红黄蓝 但是你 对 这是人 这是没受过教育的人 帽子 是什么 我就一下子卡住 我就完全 没错 脑子瞬间空白 没错 这就是没受过教育的人 就是原始人 这心一大猩猩 在那里 哦哦哦那种 他们都是这样想的 知道吗 但你通过教育呢 你可以让他们脑子里 建立很多条这种联系 对就比如说红黄蓝 就靠这种记忆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只是一个例子 知道吗 这类类型 等到这个没文化的人长大了 甚至当上他妈国家主席了 他还是一样 有这种缺陷 嗯 缺陷是什么呢 就是联系不起来 根本就 知道吗 对 反正看着共产主义 好 那就共产主义 知道吧 他根本就不知道 共产主义跟这个大饥荒 跟这个劳动机中营 这些东西有任何的联系 他也不会去建立 你说的这个让我想到了 以前 以前 以前我是看过 看到一个视频 还是在哪本书上 看到了一种记忆法 比如说你记英文单词 你 你 好像是看看 就是说 你这个英文单词 你完全陌生 不知道很难记 但是你就靠 靠某种联系 有一些 有一些记忆法 真正真正好用的 帮助你记东西的 都是 利用你 利用这个人 教育 而不是让你死记硬背 不是让你硬是把它背起来 知道吗 你把这个东西 跟另外东西联系起来 让你可以方便注意 对 这样你就方便注意了 教育 教育发达的地方 它普遍呢 就是这个国家 就富裕 社会就繁荣 对吧 这个都是有联系的 那没受过教育的 就是说的 主要是 这两类 还有一个就是数学 知道吗 就是数学的概念 就是分披萨 那个就是数学的概念 你看习近平 人均收入八千万 他数学概念有问题 我一下子就想到了 你知道吗 因为我受的教育 有人说我受过什么高等教育 我就在这里 我就跟大家公布 我就是大学一业 我大学 我大学读了五年 我都在打网球 我什么课都没上过 这个就是我的教育 跑出去玩 这个就是本科一业 这个就是我的教育水平 如果说拿一个这种证书来衡量的话 那至于其他呢 平时呢 我也不爱读书 我没读过什么书 听我讲话 没口才就知道 就是说我的水平就在这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如果没文化的人 就是受教育水平低的人 就会说有这种这种缺陷 你说你像我说的 我们前面说的这两种缺陷呢 我可能什么地方也有 因为我教育水平也不高吗 对吧 但是我来 你这个北京这个录音 你拿给我听的话 我明显的就是 像我们前面一样 找到的这些不可思议的地方 对吧 我觉得我根本就听不懂 我们也是听不下去了 反正就五分钟 就这样吧 先说这个 不还说吧 你还要说什么 没啥说 再说就这样